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要非常严肃的来探讨这个问题 用理性的态度来想一想 我们该如何让菲律宾能够认错负责 首先来介绍今天的来宾 第一位是前国防管理学院的院长 帅华明 帅委员 你好 那么接下来呢 是我们的忠实政治中心的副主任 善厚之 以及我们的今日新闻政治中心的主任 康仁俊 仁俊你好 主持人好 大家好 首先我们要来问一下厚之 这几天立法院气氛如何 我们的宪法有赋予立法委员 这个宣将购合的权利 有人有这样的说法提出来了吗 那么事实上我们看到外交部长林永乐 他这两天的这个态度 好像呢 等于说是 有点热脸贴冷屁股 让国人看了其实蛮心酸的 他立法院在那个礼拜 上礼拜五发生这个事情 礼拜五一早的国事论坛 礼拜四 应该是礼拜四发生这个事情 礼拜五一早的国事论坛 大家就已经讲得非常热烈 然后上礼拜五 他就已经排了这个礼拜的委员会 就排了内政跟外交国防两个委员会 都排了专案的报告要求大家来 然后当然林永乐昨天的处理 那个前天的处理是 那个不管朝野立委都有非常非常多的批评 我认为就是说 整个状况非常非常比较 相对比较软弱 那可是 可是这个东西其实背后要考虑的 要谈到的是整个 马英九本身的用人思维 比如说我们这样讲好了 我们讲说像接率委员的国民党的军系立委 某一位上将 那礼拜五的当天国事论坛的时候 大家都在谈菲律宾这件事情 那这位将军呢 他谈的是资俄经济示范区 就是说马的整个思维 他整个战略思维上面 你说他在谈东海和平上 他整个战略思维上面都是比较鸽派 比较软弱的 所以你在整个 整个后面的处理会变成这样 也就不意外 你包括马的整个人事布局 或许我们完全再来谈这些东西 对 不过我们要问一下这个帅将军 其实我们过去和菲律宾 有很多的军事交流不是吗 是不是有一些部分 其实在过去我们帮了他不少的忙 怎么这一次对我们的态度是这样子 这个东西 他 你们把这个问题看得很单纯 因为军事交流 我们跟菲律宾以前曾经有过很多 我们也送过他不少东西 问题是他出示的这个海巡单位 跟他的渔民讲难听一点 就是一个有执照的海盗了 你今天我觉得我们的国安单位 跟大家都忽略了一点 今天马尼拉在透过国际记者会 讲我已经道歉了 我也派人去送钱慰问了 他在制造一个就是说 他已经做了反应 可是台湾在国际上的媒体上面 少做了一件事情 你有没有把台湾渔民 这三十年来 被扣 被押 被关 被勒索 我们也没有跟国际媒体讲清楚 这个重叠巴士海峡的海域里面 真正能捕鱼的 有双倍 有设备 有专业的是台湾的渔民 他们是近海的 他哪里是在捍卫他的渔民的渔犬 他根本就是以扣传 勒索敲诈为目的 这个东西台湾如果去找一找 纪录片 口述历史 当事人的指证 赔款的这些过程 你也让媒体知道 让媒体能够到国际上去扩散 要不然 我们今天只看到巴士海峡 今天双方在那里 在这个有对峙或者冲突 国际也是个战场 我们要的是什么 我们做的是合理化的事情 是三十年来被敲诈勒索 像官方的土匪这样子作为 今天我们不只是死了一个渔民的问题 要重根解决这个问题 也让菲律宾这一个贪腐的国家 让人家国际上知道 出这个事情 你哪里是堂而皇之的 在执法 你的基本出发点的目的是 敲诈勒索 然后还草菌人民打死人 所以这件事情啊 我们现在是忙于自己 在批评这个批评那个 关键上就是我们该有的作为啊 太狭隘 还没有看到这个全局 所以昨天我在电视上讲 他跟 为什么不让台湾记者进入 马尼拉的这个采访 他给国际上片面就说 我也道歉了 他来耍蚊子游戏 什么人民对人民了 你们国际上都承认一中原则吗 我这样做也没有错 所以他好像站在理智上 台湾这一个警觉性不够啊 我今天讲老实话 我们的国安会跟外交单位啊 这个战场 没有全面兼顾啊 30年的总账应该要一起来算 你这一次看得出来 好像在跟国际的这个宣传上面 似乎是吃了先机是马仁俊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看 就是说这一次的事情闹到这么大 我觉得我们现在在检讨整个作为里面 应该要第一个 我其实要呼应这帅将军所讲的 我们在整个对于南海国家的思维 应该要做一个彻底的改变 我们不能再把菲律宾当成是一个 很单纯叫做劳力输出国家 事实上你如果从这一次的作为里面来看 你会发现到菲律宾政府 包含他的驻台代表 包含他这个 到最后他这个培瑞斯来台湾 他其实在外交手段上面 是有他的思考逻辑的 如果我们用传统的方式去看待菲律宾 你认为说我用一个经济制裁 又用一个所谓的我抵制你飞牢 不让你进来 这个手段就有效的话 其实你看从两千二零一年的 这个十四个台籍的炸其办 被送到大陆去到现在 这时候我们两次的做法 我们完全停留在旧的思维里面 可是这个旧思维在这一次里面 我们看到的是没有任何的成效 那这一次的争议 除了刚刚就像委员讲到说 他为了要为什么要勒索扣船 刚刚委员讲三十年 我跟你讲有一个数据是这三年来 在屏东地区大概被扣的 这个渔船就有八艘 他们的做法都是怎样你知道 因为你看这个时候的冲突 大概就是四五六月 就差不多是这个 为什么这是黑鲑鱼记 那台湾的渔民都是到那边去补 那很多人都会觉得说 这个是高经济的这种渔货 所以他很多的人 这根本就是假借扣船之名 是跟你行勒索之时 为什么你今天如果要跟他上诉 没关系 而且你知道他来扣的都是官方的船 那官方的船他扣你的时候 他就跟你讲说 好如果你今天你要上诉 没关系你的渔货先没收 没收之后你的船 我把你拆了给卖了 那你这些船员关在菲律宾那边 你船员家属还要去付他的薪水 还要干嘛 这些没有人吃得起 所以以前我们的渔民都是乖乖的说 好吧你这样弄 我就透过谈判组织给你钱 然后我们把船弄回来 扔回来平安就好 可是这一次的事件差别在于是 他的菲律宾的公务员 在执行公务的时候 他去开枪射杀我们的渔民 那这一块其实就会成为 很大讨论的空间 就是为什么大家一直认为说 这一次国军在这个地方 要硬起来原因 我们把第一线的时候 通常认为说护雨是第一线 是海巡的任务嘛 可是海巡他不会无限的延伸 尤其我们经济重叠 海域跟其他很多国家都是重复的 所以他们定了一个北纬二十度 这个的叫做护雨的南界线嘛 可是在此之外 需要靠的是什么 是国军的力量 所以我相信这个部分 在海军的建军备战上面 这几年可能似乎出现了一些的问题 或者在整个的调度上面 甚至在总统的思维上面 我相信率将军应该会有 很多很多的感触啦 今天马弓箭其实已经到了 北纬19度了 算是这个很少数的 我们突破了所谓的台飞的 战定执法线 来宣示我们护雨的决心 不过我们要请这个将军 来继续告诉我们 就是说其实到底为什么 今天演变成这样一个情况 而我们的这个外交的处理上 又是怎么样错估了形势 导致今天的局面 其实这个行为早在我预料之中 我想昨天我在节目上就讲了 我说我们的军舰跟这个海巡的 应该突破20度的这个线 因为什么 巴斯海峡这个叫做重叠的军级海运 那这条线20度是我们当初自己定的 叫做战定执法线 这个是我们自己画的 好像就是中线你一半我一半 那事实上这个一半一半呢 我们的渔区是涵盖的比较大 我们也可以到你那边去谱嘛 重叠嘛 所以这条线应该是没有什么太大意义的 我们应该展示自己的护育决心的话 当然是应该向20度以南去扩张嘛 我们可以自我设限嘛 你当初是自己设限嘛 当初好像很合这个规定啊 一条线巴丹岛还给它突出来一块 凹进来给它尊重是你的领海 但是军级海运来讲 这个我又不是去占领你的巴丹岛什么东西 那所以你现在用海巡 海巡突破 我的看法是连军舰都要突破 我今天就是为了凸显这件事情 你给我漠视 你给我须皮笑脸 给我这样扯 我就把渔船跟护渔的军舰一起压过来 看你要不要反应 所以军演目的不是去演习 是展示你的这个国家的实力 展示你处理这件事情的决心 跟你国家的态度 所以昨天我就判断 我说绝对你前面的八项七项制裁 对菲律宾来讲无关痛痒 今天我就是羞辱你 我今天就渔船带到你门口来捕渔 你要不要处理 你公路船出来我就扣你的船 所以这个问题啊 就是国家的利益不是说两句话 做两个announcement就能够换到 你要国防外交经济四种力量一起配合的 你想当年日本被开放是美国的黑箭事件 就是美国的海军炮奸外交 我们碰到八国联军也是炮奸外交 要不然你外交谈判有什么用 所以适度的展示实力 展示决心 是换取国家利益的不二法门 好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目前总算让人民看到 政府似乎是态度已经硬起来了 在今天军事演习了 不过没有实弹的涉及 到底目前这样一个军事演习的情况 对于和菲律宾这样的国家打交道 是有帮助的吗 我们休息一下 回来继续讨论 你使得这道奸机 不但使我丢了城池 还害得我两个兄弟陷入重围生死不明 你不是还有我曹操 咱们脸上何事不成 终始发 世纪巅峰巨蟹三伏 轻松节能 一起Eco Navi吧 Eco Navi空调 一级能效 超越变频 更省电 因为他知道 人多人少 主动调整气流 他还知道日渣变化 调整强弱 省下更多不必要的浪费 Eco Navi变频空调 现在买就送节能补助金2000元 Panasonic 请过来 你里面藏了什么东西 新鲜的葡萄柚藏在纯吃茶里 纯吃茶鲜柚绿茶 独家冰西鲜脆功法 让原味更新鲜 Try it 纯吃茶鲜柚绿茶 还有柠檬红茶哦 守护是骑士的天职 Lancer20周年当代骑士版荣耀登场 老婆你怎么样了 不舒服啊 我太太血汤不稳 平日保养要靠完善 我们每天都喝一瓶完善哦 我也是听医生的建议 贵格完善有 膳食纤维 DGI两倍各 三重稳定机制 还可以取代正餐哦 好体力 出门好好玩 贵格完善 照顾糖尿病真周到 明星来收看的是 挑战面对面 畅旺新台湾 鳄鱼新专利 陆水管更安全哦 沙满灭章 使用很简单 我会 你一定也会哦 鳄鱼 一次搞定 沙满灭章 远离顾民园 新鳄鱼水蒸式 沙满灭章记 鳄鱼 一次搞定 好美哦 好美的萤火虫啊 在那里也记得 哪里有萤火虫啊 你们是缺水也冒金星吧 别让身体烙水慌 喝水不够 喝FIN就好 FIN等渗透压 跟人体最接近 轻松补水无负担 F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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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康补精饮料 上班咯 盖有力 这个月我们要再接再立 我们要趁胜追击 你一定要挺住 加油 工作中担 挺不住 你需要统一营养强化 牛奶盖 维生素D3 丰富钙质 骨骼健康 挺出竞争力 统一营养强化 高钙牛乳 制作单位 是要找我来上节目 后来我一直搞不清楚 这什么节目 又什么王 又是万 又什么豬啊 我 我都听到不懂 我都搞不清楚 所以我就 回去 哎呀 好了 不是 我是走出手 我走出人啊 真的 全国第一的 不是 因为我都没有在台湾啊 你马上就走路 我看天哪放载 小气啊 你要走啊 我们现在到底是在怎样吗 嗯 你的天气是要怎么样 就在凌晨3点50分 既得见通过了 暂定执法线的难界线 现在光比锁点的地方 就是我们现在的一个船位 也就是我们已经越过了 北纬的20度 那次我们主要目的是 强化我们针对 这不以相关作业的 这些节目 跟相关的作业的依据 我们通过了 暂定执法线的难界线之后 北返进行联合操演 S拐动C直升机 层12动8甲板起飞 进行水平侦搜 上午8点海空海巡 在我渔民被杀害的海域 巴丹岛以兴海域 进行联合操演 宣示我们的呼吁决心 现在军方不愿意证实 但外界猜测 因为一架F-16 在15号失事最改 也因此16号上午的联合操演 改由幻象2000登场 配时弹不开火 国军联合护鱼 下午还要进行海空反水面备战 结束之后 其他海军参演舰支 还会继续在渔船血岸海域一带 配合台南舰能海巡舰支 执行我们的呼吁任务 海军既得舰 拉法业舰 重兵集结在巴士海峡 空军幻象2000 也出海联合来演习 但是对于菲律宾 这种一皮天下无难式的国家来说 这样的军事演习 算是一种很强的武装威吓了吗 我们和菲律宾的军事 军力来相比 其实相差是相当的悬殊 不过我们要问一下帅将军 我们目前的情况 算是一种准战争状态吗 我们到底要摆出什么样的一个态势 对于菲律宾来说 才是可能有真正的恫吓的作用 我觉得这个还不构成准战争状态 因为你今天仔细听他的讲 是海巡署的船过了20度线 军舰还守在20度以北 而且后面的操演是在我们的 这个执法线后面 所以基本上不构成准战争行为 其实是非常温和的一个情形 非常温和 如果说今天要做一个比较 当然这是第二阶段的制裁 我是觉得军演上面的秀还可以做很多 比如说军舰带了很多渔船跟海巡署 再往20度以下再压过去 在那边捕鱼 这就是说我到你的门口来扑鱼 第二个我的军机可以突破他的所谓情报 这个情报线 情报的那个作业情报区进去 也是给你一个示威的行动 第三个 继德舰在这一次完了以后 还可以担任一个角色 今天不是广对菲律宾做给你看 今天我要把整个的南海政策端出来 我要捍卫中华民国在南海 中国海 中国南海的这个 我的这个国家利益 继德舰应该带着舰队 跟陆战队就到太平岛 南沙群岛去换房 把海巡署换下来 这个局限在那边打一圈 因为这个问题 今天菲律宾的问题还没解决 越南是不是在旁边看 马来西亚是不是在旁边看 因为他们也寄予的是南中国海下面的海下资源 中国大陆也在看 越南才这个南线我们的船 对对对 所以这个问题就是说 你不是头痛一头脚痛一脚 今天我要展示中华民国捍卫自己国家利益的决心 那么展示的时候还要拿出实力 拿出实力就是什么 我今天南沙群岛 我就摆上陆战队 这是军队宣示主权最有利的作为 那么为什么我讲既得舰该走呢 既得舰在东南亚来讲 几乎像一条小航母 因为它有很大的防空火力 可以带着老母鸡上 带着很多我们的军舰出海 坐着远航 如果没有这个船的话 当初我们在立法院 海军来游说我们买既得舰的时候 谁都在骂说的这条老船 但这个老船有意义的 因为它吨位够大 空间够多 它可以装在很多标准飞弹 防空飞弹 它可以提供我们舰队一个 真正的远海远洋执行作战的能力 所以既得舰不是跑到这边 在家门口晃荡一下 我的意思就是说 应该把我们的完完整整的南海政策 跟我国家的一个决心展示出来 这除了军事上的意义以外 政治上的意味也很大 你东协八个国家 你可以不理我 可以忽略我 可以忽视我 因为你不参与这个局嘛 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在南沙的驻军 等一下有空我再来讲 为什么做这个军力部署 对我们台湾国防也是有利的 那下一段再说 但是你在这个状况里面 我今天一余要两次 菲律宾我警告你了 越南我也暂时给你看 马来西亚中学各国你要知道 有我的存在 要不然的话 马总统宣示的南海什么和平协议 人家没有办当回事嘛 所以我觉得当一个国家领导人 对国家的长远利益 是要早做规划 要预作部署 所以我讲今天是第二阶段 下面的军演可以可做的东西很多了 比如说对这个巴士海峡里面的 无人岛空军去炸射了 也可以做的 我们正找不到地方训练我的空军呢 我把整个海军的南巡支队的巡逻区域 就定在巴士海峡 我把空军的操演的科目 我也定在巴士海峡 我甚至于更高明的护航啊 不是用海军了 我把武装直升机放在屏东 恒村那个老机场里面 跟渔业的网路一挂 今天海上一有状况 一个电话 直升机过去半个钟头就到了 你海军去的话 一条船一个钟头开二十海里 一百海里以外 你五个钟头才能到达 那渔民来不及啊 可是你把武装直升机往南边一摆 我看你哪一个国家的执法机构 赶来去惹我们的渔民 因为你现在渔民都有通信店 对不对 在恒村那个地方摆上驱驾 武装直升机每天有两 二十四小时有两家待命的 我看巴士海峡 我又省油料 又展示了火力 反应又迅速 你要想到搞那么大个舰队出去一下 我们海军的一年虚能精配 大概就去了一半 真的那不是长远户余的办法 今天只剩我到南海去展示实力 做完 下面我就拿出真正的杀手舰 我就摆在那个地方 太平岛也是一样 摆上那个地方 周遭一百海里以内 你就不敢随便来挑衅 我在一年半以前 我在立法院就公开词询 部长我也这样讲 你这边摆得太弱的军力 人家菲律宾 越南在你头上杀尿 你一点办法都没有 边藏默契 商权辱国 因为你没有把你的武器摆上 我们到太平岛上 八一破击炮这么小 打个两三千公尺 那个连自卫能力都不够了 所以问题 我们养了那么多军力干什么 你平常不打仗 也是要摆在那个地方 有个卫兵一样的 堪的 对不对 你连兵都不放 那人家来找麻烦 那是很自然的 那好欺负 显然其实我们还有很多 不齐可以下 我们等一下再请这个 帅将军帮我们编写 接下来十八套剧本要怎么样来慢慢的一步一步推出去 不过我们要问一下仁俊 就是说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菲律宾这国家 其实真的是 我们最近很多媒体说他很狡诈啦 不过不管怎么讲啊 他确实是还蛮硬的 因为之前他连老共都敢惹 为了黄岩岛的事情 双方还作战过 但是当然双方实力差太多 最后他还是乖乖的把黄岩岛的交了出去 所以台湾到底要怎么做呢 是不是我们真的要把我们的军事实力摆出来给菲律宾看 甚至是要不洗衣战才有可能让他们软化吗 当然各项制裁的行为 包括你看我们这次寄出说要冬结飞牢啦 或者是说我们暂停的所有高层的一些经济交流 或什么 其实他都需要时间才能够得到验证 他需要一段时间 他没有办法立即看到成效 所以其实在昨天的这个 这个第二次的八项制裁里面的第八项 也就是说这个海军的这一块部分 就是海军跟海巡的部分联手聚 其实最有立即看得到效果的一种威吓力量 但现在的重点就是说这样的威吓力量 你打出去之后你要打到他的七寸 你打不到之后这个东西出去绕一圈 大家跟个游行一样 由船开开战备游泳把它耗掉了之后 这个他没有任何的意义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为什么帅将军 刚刚一直在强调就是说 你要你要越过那条线 我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是海巡署他其实自己占地 而且有公告的 就是他的海巡的占定的一个执法线的位置 这一条下面就是他们的这个海巡南线 我们自己画了一个区域在这个地方 那早期以来的时候 我们这个所有的海军的海巡跟海军 他们一直不会跨过这一条线 他们也告诉游民说 过了这一条线之后 如果你在往南走 对不起后果你自负 我们的游民一直都觉得说 好吧我就倒霉这样子 可是这次事情不一样 这次是菲律宾的公务船 追着我们的渔船打 而且已经根据 因为当时作业的附近 还有其他的船只嘛 都讲说他已经过了 这个20度的这条线 他往上追你知道 等于到了我们这边来了 已经换到我们这边来的时候 那我今天海军出去的这一趟的目的 到底是为了什么 刚刚帅将军讲到一个 很悲哀的一个事实 也就是说海军这一趟出去 可能海军的 所有一年的这个训练费用都没有了 那问题就回来到这一点 就是说我们通常把海巡 当成是户雨的第一线 海军是作为后备的力量 但是在国家主权展现 这件事情上面 对不起不是靠海巡来宣示的 他要靠的是海军的力量 这就是为什么到最后 我们必须要动用到海军 到那个地方去做宣示的 这个最大的目的 所以也就是说 如果今天海军 他不能够主动去跨越这条20度的线 因为那个地方是重叠海域 是经济海域 没有人规定你不行 根据海洋国际法的第三十三条 说在这一块地方里面 你要防止是什么 也就是说 如果违反人家国家的时候 海关财政移民或卫生等法律的时候 你就要禁止这些行为 可是我是做护雨的动作 今天我甚至认为说 海军你要出去 你应该带着渔民到那个地方去 渔民就在你军舰的护卫之下 我就在那边捕鱼给你看 菲律宾才会知道怕嘛 我们以前讲说 国际外交的东西 你最怕人家什么 就是我偷偷给你慢慢挖 挖久了你都没有感觉的时候 我告诉你菲律宾这次怎样 他开着挖土地 到你家大门来 把你大门都挖起来 我们这样的反应 我认为还是太过于软弱 如果他不能够再强硬一点 海军不能够有实际 这一次到最后就变成什么 妈祖出巡 等阿姨什么事都没有了 我想大家真的是 心里面都有很多的感触 不过时间的关系 休息一下 我们稍后回来再请后世 来告诉我们他的看法 谢谢 轻松节能 一起Eco Navi吧 Eco Navi空调 一级能效 超越变频 更省电 因为他知道 人多人少 主动调整气流 他还知道日渣变化 调整强弱 省下更多不必要的浪费 Eco Navi变频空调 现在买就送节能补助金2000元 Panasonic Soda时代来咯 改变一层不变 Soda Style Soda Style 我的Soda Style 精彩多变 活力全开 Soda时代 活力Go 你在拍什么 我感冒喉咙痛 喷广东木药粉 会吞下去呢 放心 广东木药粉是纯中药制成 可内喷外用 嘴破舌头破 外伤破皮 混甘草脑油混 露好哦 甘草脑油混 五公协 大罐的 卡销 想要拥有性感纯心 喝水时 嘴唇会自然绝起 就像这个样子 喝酒了 纯心就是你的 你看 就是这个弧度 还有自然水嫩感 多喝水会变漂亮 不是乱讲 多喝水没事没事 多喝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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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现在收看的是 挑战面对面 暢旺新台湾 新的有鹿湾加强液 全新加强配方 配合温开水服用 很快解决感冒症状 有鹿湾加强液 真有效 有 高米 雪冰 透心凉 愿你闪亮 和周杰林一起成为广告明星哦 快上网参加勇敢做自己 全新Master3 声势不同凡响 Master3 DVD娱乐旗舰版 六十万九限量大表 再向多重领域 完美的台湾游 要做三件事 玉山灯顶峰 永渡日月潭 单车环导游 现在又多了一样 参观世博台湾馆 通城科技 古话之都 与您相约 新竹市世博台湾馆 周一至周四 晚间十点 十点标以期 霹雳上二 欢迎回到节目的现场 目前政府已经祭出了 总共有两波 而且是十一项的制裁了 不过目前为止看起来 菲律宾似乎是还在观望 那么刚刚帅将军也提到 我们应该啊 这个海军的舰艇 带着我们渔民一起出海去捕鱼 甚至是趁着这样一个机会 名震言顺的在太平岛 来部署更多的军力 似乎我们还有很多的做法 可以不战而屈人之兵 我们要请帅将军来告诉大家 因为我并不是一个好战分子 但是问题就是说 你积若多年以后 你不做这些行动动作的话 会诱惑人家来犯罪 诱惑人家来占你的便宜 比如说我讲今天 台湾是有实力做 今天台湾还在全世界 算第十八大的军力 我们是国内媒体 常常把自己唱的 真是很适应的 所以我们要唱望台湾 事实上我告诉你 台湾的实力来讲 你说我们现在还有六七千个陆战队 放到台湾 没有什么太大用处 你不反攻大陆了嘛 但是你为什么不放到南沙去 东沙去 放到澎湖去 放到跟左营连成一条线 完全交给海军来指挥 为什么 这些小岛的作战 是要靠海军的运捕 海军的火力去支援的 你看我们现在的指挥体系 还是以前四十年前的 大陆军的那个时候 还要鹏防司令 还要陆军去干 那澎湖要出了事情的时候 还要两个军种去协调 到国防部去解决 你干脆通通交给建令部 建令部在左营 左营是最大的军港 第二大的就是澎湖 对不对 那么你是所有海上的运捕 作战的船只 陆战队 这一条边 一直伸到南沙群岛 将来有任何事情 反应也快 对不对 指挥也容易 所以你后面还提到说 这些特遣队 什么边界 那个是小事 重点是你兵力的部署 对不对 你重点放到这边 人家就知道 中华民国没有放弃 南中国海的一个国家权益 那么这边做的军演 刚刚我已经讲过了 你如果是这样的调整部署 左营港一出去就是巴士海峡 我的巡逻 我到澎湖的运捕 我到南沙的运捕 那军舰就在这个海峡里面穿梭 所以 既得舰扮演的角色 就像郑和下西洋 带了一个大舰 就先去一趟 要展示你的实力 对不对 以前出不去是没有防空网 所以我们以前 我们在开玩笑 以前骂海军 你这么阴沟里的海军 因为你不能做远洋的作战 因为海军的船 最怕人家空军的攻击 那你现在有足够的防空火网的时候 既得舰就可以扮演这个角色 领头羊 为什么中国大陆拼命在搞航空母舰 一样的道理 要不然你的舰队都是进海的 出不去 所以我们没有善用我们的国防实力 你知道吗 那我们有登陆艇 有两区登陆战车 又有陆战队 你放在那个左营那边 一点用都没有 跟台湾防御作战效果不大 可是你对延伸的海岛防御 延伸国家的国防实力 那作用大了 所以这个东西我没有说去 一定要去攻打菲律宾 但是巷装武剑自在佩工 我这个部署一百 哪有看不懂的呢 对不对 这个东西还可以参加什么 国家的实力的外交 中国大陆也在南海在搞 那边就都有互动嘛 谁给我脸色看我就可以在中间玩这个悄悄板嘛 所以这个东西就是说国防的问题 国家战略的问题 你要敢玩 你要参与 你退缩在后面是没有用的 渔民只是出来的一个现象而已 你国家强的时候 谁敢动你的渔民呢 对不对 你像美国有什么资格好批评台湾的 Norriga惹了你 你还可以派特检队到人家里 把人家总统抓去关起来的 对不对 其实都是靠军事的实力 你没有实力 有实力它就变成有理了 你没有实力 今天我刚刚为什么第一段讲 说菲律宾的海盗行为 你根本政府就没有足够的宣传 你要把它当一个正常国家 看你就错了 对不对 我想帅将军告诉我们很多的方法 怎么样靠的军力的部署 来告诉所有的周边的领海附近的国家 台湾呢 是没有放弃整个往南的 对我们的国家尊严的一个维护 不过呢 在同样的时候 我们要告诉大家的就是说 其实呢 我们不应该对在台湾的 这个菲律宾的一些劳工 对他们有任何的反应 因为这个人民是没有错的 但是同一个时间 我们可以看到 在菲律宾 其实我们的台商 我们的台桥 似乎也受到了一些 当地的压力 我们来问一下后知 目前在菲律宾华侨 有人说已经感受在当地 非国人民是有不友善的眼光了 那么在目前两国之间 太是这么紧张的情况之下 你觉得我们有需要 开始做撤侨的准备吗 我想应该是还不到那个程度 但是我必须要讲一下 就是说其实我觉得 政府今天的处理 处理到今天这个样子 会这么天路人怨 其实在你整个 整个思维上面是有问题 就是说比如说你说像他 先去做第一波的抵制 第二波抵制 然后才来到菌演 其实他整个顺序 应该是要倒过来的 错了 应该第一步就菌演 你今天来讲 大家要去注意到 就是说按照目前 往一些世界上排名的话 我们的武力大概是 比如说军力大概全世界排在前面 前二十名 菲律宾大概三十名之后 相对于菲律宾 我们是军事大国 但是外交上面 我们就是小国 我们外交上面 人家不成立 人家是一个国家 结果你第一时间 居然是说刚才讲说 我要在外交手段 跟你去解决 我要你道歉 我要干嘛 那东西从一开始 就知道你不会得到 你满意的结果了 就好像比如说 今天不要讲说 我们跟菲律宾 我们讲说 我们跟日本好了 如果是这个事情发生 我们打了日本的船 我们打不然伤了日本的渔民 比如说打死 我们的外交官有可能到日本 用我们希望的水准去道歉吗 不可能嘛 那你一开始的战略思维上面 就应该是先派船出去 先去互语 压到你有一个压力之后 我们再回头来外交上面 要不要谈 你在外交用你的最弱势的地方 去跟菲律宾你想要谈 从头到尾就不会有结果 但是因为马政府今天 大家也不用去怪林永乐 就是说你当你去做了这个决定之后 必定就是这个结果 你告诉我说 我要从外交的管道上面 去讨到什么东西 林永乐他当然不会硬起来 他当然是讲说 我们能够看看能不能谈 多少谈出一点东西来 这也包括马政府整个外交 跟国防的用人思维也是一样 你看处理张凤强 处理沈旅巡 处理夏立言 所有只要稍微有一点点能力 去比较强硬派 全部都干掉 剩下一堆 每个人当然都知道 东海和平仓义 南海和平仓义 那你在这个大的指导原则上面 你指望你的外交部长会怎么样 这就是非常非常 会合理的结果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他的思维如果不变 其实大家可以想象 一定站下去 底子站下去也没有用 因为比如我们讲 非劳这件事情好了 很多人讲非劳会讲英文 不止 非劳大概是我们碰到 周边可以用的劳工里面 水准最好的 就是说我最近碰到一些朋友 他们在interview 那看务工的时候 甚至有些外劳 他连始终都不会看 那你更不要讲 他是水准 所以我们的经济制裁 也不会有效果 好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讲到底 台湾在外交上 本来就弱势 一开始打这个牌 可能呢就没办法 预期会有很大的效果 讲到底 这跟菲律宾 有共同防御条约的 美国因素 其实有蛮关键的关系的 那么在这方面 我们应该怎么样 因应这样的情势 来争取国人最大的利益呢 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轻松节能 一起Eco Navi吧 Eco Navi空调 一级能效 超越变频 更省电 因为他知道 人多 人少 主动调整气流 他还知道日渣变化 调整强弱 省下更多不必要的浪费 Eco Navi变频空调 现在买就送节能补助金 两千元 Panasonic 好美啊 好美的萤火虫啊 在那也记得 哪里有萤火虫啊 你们是缺水也冒金星吧 别让身体烙水慌 喝水不够 喝FIN就好 FIN等渗透压跟人体最接近 轻松补水无负担 F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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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康不尽一妙 花生洋爱啤酒 来买一口腹 太乎飞的困富酒 来买一口腹 房子跟富贵酒 来买一口腹 一口腹 我油油 擦嘴汤 有豆豆 有斑点 水泉一颗 明光灵 起床吗 皮肤过敏 皮肤痒 能强肝 能解毒 明光灵 您现在收看的是 挑战面对面 畅旺新台湾 3V plusV SUN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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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古道梅子绿茶 SUNV SUNV 随时探索新知 现在更容易 展现真实本色 现在更美丽 更超凡的智慧 极致美型 LG Optimus L Series 2 搭配远传上网清亮包 超低岳父299 手机只要1990起 上班咯 该有力 这个月我们要再接再立 我们要趁胜追击 你一定要挺住 加油 工作重担 挺不住 你需要统一营养强化 牛奶钙 维生素D3 丰富钙质 骨骼健康 挺出竞争力 统一营养强化 高钙牛乳 超级魔王当道 是什么样的眼珠 让评审取家瑞赞不绝口 你从眉毛到眼睛 要鼻子到嘴巴到嘴角 要牙齦 你知道他超级的耳光 我真的觉得你 你太轻眼了 我太喜欢你 欢迎回到节目的现场 马云九总统在美国读书的时候 其实他的博社论文就是有关于争议的海域 那么对于冲突和占领等等的很多方面 应该对我们一般人的了解是超出许多的 那么如今的事情发生 其实对马总统来说也是一个考验 到底我们的国际地位 和国家的长期战略到底是什么呢 我们知道其实之前 这个率委员在当立法委员的时候 曾经对马总统提出过一些国防建军 跟国家安全的建言 对不对 当时是怎么跟马总统说的 这样子那个时候大概两年前吧 过年前后 那个时候我去美国主要开会 主要一个原因是为了F16CD案的这个采购案 那个时候美国朝野一片氛围 就是认为台湾不想花钱建立自己的国防 完全拖美国下水 那个时候他们的智库 参众议院的这个委员 这种论调很普通 我那次去应邀去参加一个学术论坛 而且那边都是美国国防部的官员 跟他智库人参加 我是站在立法委员的角度讲 我说我们的预算年年编 你年年不卖 你浪费我很多军事采购预算 你们美国的预算法可以保留 这个钱没有损失 我们的国防预算已经很少了 不是我们没有决心 我说你只要肯卖 我们第二预备军银行贷款 我都可以付得错完 那是要破解美国朝野对我们的一个迷思 但是那一个礼拜里面 我拜访了11个单位 包含参众院 包含LIT 包含美国国防部 包含很多单位和智库 但是我得了一个心得 那个时候的 像Kirk Campbell现在他的祝亲 那个时候就已经直接讲出来 跟很多智库的有名的学者这样讲 北韩的问题快要结束了 下面要新兴而起的争端 一定是在南中国海 印度洋南中国海 包含钓鱼台 所以这个情形我回来 从外交部很多报告 也给马总统看了 我也写了一个paper 总统也交代国安局 国安会来研究 那个是我的建言 就是整个对南中国海 我们要有一贯的战略思考 我建议就是说 那个时候太平岛绝对不能再用海水 就国安会研究了半天 给我两次的回答 就是高层不同意 那这个事情 其实这两年里面我们看到 一步一步就是往上面走 因为什么南中国海 不管地下的矿产 石油 天然气 贵重金属 还有中国的势力 跟美国的势力 通通交汇在这个地方 因为南中国海是 亚洲通往欧洲 必经的海上生命线的通道 日本也牵涉到这里面 所以在这个地区里面 你的战略位置我们是最好的 唯一能够有淡水 有机场的一个岛屿 如果说你自己放弃了 你将来在东协 你想开会 你到中国大陆广西南陵去看 他八个领事馆都已经盖好了 他对这边是非常积极的投入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中华民国不能放弃在这边 我参与的角色 何必要每次开亚太会议的时候 到处想办法能够挤进去开个会 你不如说我在这边有实力 因为什么 不是我好战 我是说你有实力 你就有谈判的筹码 人家才会换到你想要的东西 不是一定要打仗 研究真正高级军事战略的人士 希望不战而屈人之兵 屈人之兵不能靠道德演说 是你把动作摆出来 实力摆出来 没有哪个傻瓜 他不晓得那个实力在那边会对他有什么影响的 所以你想你刚刚还提了18招 当年飞弹危机事务里面11招我自己写了 这个你要有招数摆在里面 我的意思是说也许 马总统听进去了没做 但是你今天再不做 今天菲律宾的问题刚刚结束的话 越南的问题就来了 中国大陆跟你的问题也来了 对不对 所以这个问题我觉得政府既然开了这么多次国安会议 不是针对一个特使 针对一个菲律宾的一个comment 对不对 你想好了把你的部长都选对人了 他们就去执行了嘛 不要每次事情自己要站在第一线嘛 你现在搞到我们那个在野的那些媒体乱骂一冲 根本也搞不清楚 好像这个国家就是靠马云有一个人治嘛 不过我们要问一下后知 其实什么军最硬呢 网军最硬 网军呢很明确把他们心中很多想法讲出来 就有网友提到其实呢 美国可能在这里面扮演一些角色 菲律宾可能是因为呢 这个可以说是治 认为说这个美国呢会站在他这一边 所以呢对台湾的态度是非常的强硬的 我们问一下其实美国在第一时间站出来的时候 好像发言的态度似乎是比较偏袒 菲律宾怎么会这样的后知 我觉得美国他第一时间他不见得真的有搞清楚状况 他很习惯 因为他最近跟菲律宾的关系比较 最近比较倚重嘛 可是说在南海这个问题上面来讲的话 如果他不让 如果台湾的强硬不被接受的话 老共就会更硬 台湾如果 其实马云九这个战略错误上面也出现这个问题 就是说他一开始在军事上面 他不够强的时候 他后面其实老共在追你 老共一开始就讲得很硬 就是说刚开始当然是谣言说我可以要求菲律宾七十二小时 最早七十二小时是网路上面讲说中共讲说要求七十二小时 菲律宾要给交代 当然后来被否认是假新闻 但是中共在这个态度上面一直很硬 就是说如果你有困难 我随时帮你出头 所以你美国如果在这边打压台湾把台湾压下去的时候 就变成你美国自己要去跟跟中共去去去冲突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复杂的一个一个四国之间的一个一个游戏 所以我觉得美国第一时间的状况是他并不并不了解他实际上的状况 但是你你看美国现在已经改口 他的态度已经没有那么硬 林郡怎么看是不是就是因为中共这样的因素在这边 所以美国现在可能态度有些转弯了 毕竟不希望最后呢 好像很多渔民开玩笑说 以后要挂五星旗出海了 当然是讲气话了 但是我想美国最不乐见的当然就是可能中共最后跳出来 帮台湾来出头 那你怎么看美国接下来态度转变之后 会不会等于是像之前一样 希望日本跟台湾来签个渔业协定 这次美国会不会跳出来说 这个你菲律宾跟台湾谈一下渔权吧 我觉得其实如果站在美国的角度上 他根本不在乎台湾会得到什么 或者菲律宾会得到什么 他在乎的是他自己能够得到什么 我觉得从二战制的时候 美国他提出一个叫做第一岛链的这样的一个计划 也是站在他自己的战略利益上面来构想 他希望在这个围堵中国的整个沿海的这一块 所以我把周边的所谓号称叫民主国家的东西 把它弄起来结盟起来 我给你武器给你训练什么的 他唯一的目的就只希望透过这个方式去围堵中国大陆 那钓鱼台是一个问题 你看你是可以看到中国大陆不断的在这个地方 透过钓鱼台 他其实在做一个冲撞 我要去突破你的第一岛链 所以美国他一直会很关注中国 中国大陆跟台湾之间的关系 如果台湾跟中国大陆太过于亲密 close的时候 美国他其实会产生一个警惕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认为说 美国在这次事件上面 他比较偏袒菲律宾 你可以注意到的是刚才云瑜特别奇道 就是说在谎言岛这件事情上面 菲律宾敢去跟中国大陆呛 他敢去跟中国大陆冲撞 这一点对美国来讲他是赞赏的 所以我认为第一个时间是美国他错判情势 也就认为说长期以来台湾的渔民 在这一块 在这个所谓渔权的问题上面的时候 似乎都是一直隐忍的 就我做的问题 对我就是赔钱 你怎么样 我就是赔钱 我大家都退让 所以美国在第一时间 他或许认为说 这个案子是可以按照网例的部分 好 我只要出来呼吁大家自治 可是他没有想到这一点是说 在第一时间里面 或许美国并不了解 这一件事情的真实状况是什么 所以导致到后面为什么台湾的民众 我们这边的会这么的生气 再加上什么 菲律宾他也错误的掩用了一个 他以前所谓叫做一中原则的东西 你在处理任何问题上面 他先丢出来说 我去跟中国大陆报告 这个东西就会让很多人 在这个事情上基础 一个所谓叫做爱国心 那所以我觉得美国 他今天的态度的转换也在 你看今天美国 他的国务院他也出来讲 他是想说 菲律宾道歉的 这个能不能被接受要看台湾政府 能不能认定说你的道歉 是被我接受的 所以我觉得在这一块里面 台湾似乎必须要学到一件事情 就是说我们在国际外交上面 他必须要透过冲突之后 才会有协商妥协的空间 这一次我们展现出 我们硬的实力去给美国看 也给菲律宾看 能不能展现实效 我觉得其实从美国态度的转变 应该会有一点的帮助 我想其实这一次是累积了 这么多年来 在各个领域上 其实我们都受到打压台湾人的情绪 在这一次是一股脑发泄出来了 这时候名气可用 到底我们的政府 应该要如何利用这样的方式 利用这样的机会 来伸张台湾的主权 和应有的国际地位呢 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请过来 你 里面藏在什么东西 新鲜的葡萄柚 藏在纯枝茶里 纯枝茶 鲜柚绿茶 独家冰激鲜脆功法 让原味更新鲜 Try it 纯枝茶 鲜柚绿茶 还有柠檬红茶哦 守护是骑士的天职 Lancer20周年当代骑士版 荣耀登场 Mitsubishi Motors Lancer20周年当代骑士版 Hockey啊 您现在收看的是 挑战面对面 畅旺新台湾 上班啦 钙有力 这个月我们要再接再立 我们要趁胜追击 你一定要挺住 加油 工作中担 挺不住 你需要统一营养强化 牛奶钙 维生素D3 丰富钙质 骨骼健康 挺出竞争力 统一营养强化 高钙牛乳 全新Master3 声势不同凡响 Master3DVD娱乐旗舰版 60万9限量大表 再向多重领域 全新预察员出发 好会更浓呗 茶叶有增加的感觉 一心留言 过去很厉害 前来是他调查 茶卫生机成功 茶叶茶叶 有看有保比 台湾保比 池上的土地公庙拜的是 我们有看过 迷宿的神像 对不对 还有石头雕的 石头雕的 可是第一次看到 直接拜 台东池上迷远近池名 怎么吃这个香呢 好美喔 好像在拍MV喔 男子弹不用污啦 好大声耶 周六周五十二点半 别忘了准时收看 台湾保比 好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目前为止呢 行政院是终于应了起来 两波总共是十一项制裁 总共您可以看到 哇洋洋洒洒非常多 不过大部分都是跟这个 比方说旅游啊 或是一些交流有关系这方面的 一个制裁这样制裁对飞兵来说 到底够了吗 为什么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政治的道歉呢 不过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这一次台湾的民众 真的是非常的生气 甚至是连企业界都站出来说 要完全配合政府 要这个甚至是要遣返 所有的飞兵劳工 他们都愿意来配合 我们也可以看到 其实应该是说 因为过去数十年来 受到的一些欺压 让人民心中压抑太久 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出口 所以难得同仇敌愕吗 后知怎么看 我觉得大家不要对 外交之间或经济制裁 有太多的期待 就像我们讲的 经济上面来讲 我们的损失可能会比大家更大 外交上面来讲 因为你外交上面 你也不太容易要到 你要的东西 最重要是说 你这一次的事情发生之后 政府整个思维到底有没有改变 你思维有改变 你才有办法在军事上面 你去展现你的适当的压力 一天到晚出现他家门口 你不需要去打他 那也是不太应该发生的事情 但是你要展现我的存在 让他受不了 他来出来跟你谈 就是说你一样的状况 我们回头去想 我们在钓鱼台的状况 也是一样 钓鱼台也是日本展现他的实力 所以我们一天到晚巴着日本说 你可以跟我谈渔业谈判 我要来这边那个 如果日本都不敢你的话 那大家不用谈 摆着就好了 怎么会需要谈 对不对 我觉得如果出入自由干嘛的话 那怎么会需要谈呢 对 莫名欧 这个请帅将军告诉我们 其实在过去 也曾经经历过台湾 被人家认为是穷兵独武 非常重视这个战力 甚至是老美担心我们 随时是不是就会 反攻渡海的那个阶段 当时台湾的这个 这个军事的一个实力 跟现在是不是不可同日 那是不可同日而已 基本上像很多在野党 还在批评老蒋的 反攻大陆是假的 他们实在是不了解 你想想一看 蒋公五百个黄埔学生 他敢北伐统一中原 到打完抗战 就叫民旗可用 那时候通恨军阀 那老蒋反攻大陆的时机 那个时候 分成国际上一个氛围 跟中国大陆的内部氛围 国际上氛围是什么 为什么有第一岛链 是因为美国战后 这个老蒋撤到台湾以后 美国要检讨 那我们当初不支持老蒋 跟共产党打这个仗的时候 我们美国是希望隔长江 化成两个 美国在全世界都希望 把这国家分两遍 它好操控 结果老蒋撤退跑得太快 你知道吗 大陆丢了 丢了结果越南也丢了 就是说共产势力从苏联一直拿到中南半岛 他们在检讨他们国家政策错了 后来才会有第一岛链 这个 后来加上麦克阿塞说跟老蒋合手 他从北韩打进去 老蒋从两广打进去 老蒋的凭据是什么 你大陆搞人民公司 三反五反土地改革 二十七千多万 那个时候有很多大陆老百姓 也希望能够变天的 也是吃不饱饿死人的 所以 两讲是 他从做几件事情 对军队有很绝大的一个改革 在大陆的军队 就差不多四人军队 你是李仲仁的部队 你是张发奎的部队 各省有派系 老蒋来的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 所有军队重新整编 发补给争 你是拿国家的良想 不是拿那个军阀的良想 不当时台湾的军事实力 军事实力就是我讲的 那个时候美国人 因为从韩战以后 他把大量战场上的武器 就送到台湾 我们那时候可以一块钱 买一部卡车你知道吗 那叫半卖半送 因为他战场 他不会车走的 带回美国运费更贵 给你 所以那个时候 弄来了汽车飞机大炮 那个时候的军备 F军刀86 跟美军的空军差距都不是很大 不像现在差得太大了 现在人家F-35 F-22 台湾给你钱 给你买 你都买不起啊 所以军备那个时候 第一个 有反共大陆的决心 有逐鹿中原的决心 立兵 摸马 部队训练 士气 那都是不一样的 所以那个时候 我们的海军赶出去 扣人家苏联的船 有人骂我们海盗 对不对 那我们那时候海军 可以从渤海湾 一直封锁到南沙 那个时候老公的船 只能沿着海边走 因为我们有空军 有海军 可是从公元2000年开始 两岸军力失衡 那现在跟中国大陆 没办法比了 即使跟中国大陆 不能比 你也不能说 看菲律宾 你都不敢怎么样 对不对 人家讲 差一条船 还有三千铁钉 对不对 那台湾的国防实力 如果不要被自己国人 媒体那样糟蹋 搞得每天 训练也不敢做 这个国防预算 也不给足 士气又低落 没有战争的这个考验 就变成 这个部队就没有士气 所以我觉得 这个时候 我不是说大量的 去增加国防预算吧 至少让我们的军队 能够展示实力 还知道自己 国家养这个军队 是干什么的 我们做的是正业 不是一天到晚 是帮人家救灾 还要负责 清泥巴倒烧水的那样搞 是 不过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个时候 目前是民气可用的状态 任俊 国家到底在这个时候 应该做些什么 让我们大家 可以在这个时候 重新把台湾人 对国家的向心力 以及对我们这个国家的 主权的维护 能够做更好的一个处理 当然我觉得 这整件事情 我应该用一个老话来说 就是危机就是转机 我们很少看到台湾的 这么多的民众 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凝聚一个向心 你大概只有打棒球的时候 那个时候盛况会出现 那这个事件 我倒觉得就是说 其实海军应该算是 整个国土力量的延伸 那军事武力的任何的展示 或者是威吓的力量 他不会轻易的使用 但是他只要一使用 他就必须要达到 他一个非常重要的目的 那这一次的事件 其实不是那么单纯来看 是台湾跟菲律宾之间的关系 他也其实牵纵了 台湾在亚太地区的地位 你看美国 他一直很在乎这件事情 你就可以看得出来 台湾其实可以扮演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关键角色 只是或许长期以来 我们自己在整个战略调整 或者是在整个国际思维上 我们自己淡化了 这样一个角色 导致台湾今天 在很多的处境上面 它是会有一些艰难的状况 所以透过这一次的事情 或许其实我倒觉得 比如说像刚刚率先讲到说 海军的这个警察 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海军其实他有规划 一个叫敦牧远洋的一个舰队 而且他有一个训练 那可是这几年我们因为这个 其实之前敦牧舰队 都说一些事情 而且在外交处境上面 你也不是想去哪个地方 如果他这样一个例行的训练 是不是能够把它 就是沿着我们比如说东海